一下斗舞对阵架的第二局上半场时空之影 前这边上来 因为上一把的话时空之影 我这边解说分析出现了问题 我以为会打很久 结果这一把的话 这套阵容相对来讲 感觉因为他的修机速度会更快 感觉应该是要会快一点 但是我也不敢妄下断眼了 我们还是看一看吧 骑驴看账本 走着瞧 第一波追飞行家的话 飞行家这边直接交悬停 拉点拖 这把穷者的一个阵容 其实不太具备什么呢 不太具备翻盘能力的 就是这个阵容是什么 就是我溜的好 我拉扯的好 我防你控场防的好 刨片拆的好 我一系列做的好 我这个局打得很快 对吧 可能三人开门战 四人开门战就打完了 但是一个不注意 比如说这边倒了 出现点问题 机子被压住了 你要想的是一个作曲家能翻吗 他们这边可能能保人的 哎呦 我这边的话直接是落地一波 一组本向喷到了 飞行家这里的话 1分24秒倒地 外面密码机总量加起来 两台机多一点 飞行家也已经是个白板了 这就我刚刚没给大家讲完 这个阵容他不具备保人能力 那你说这个飞行家他能活吗 他活不了 这个密码机能冲四人开门战 冲不了 因此这个局能看到的最多是个三人开门战 而三人开门战的话呢 又看到一点什么呢 作曲家飞轮加双坛 佣兵薄命待会被交掉 佣兵待会儿户币被消耗 开门战能打的人 不过作曲家有加速 有飞轮双坛 开门战可能还有一定的 呃 战斗力啊 这个我们大家看看这波防守 一刀打还行吧 这一波有没有机会追双岛 没有 佣兵这边户币跳开 无心这波救人救的很极限啊 没有吃到过量的伤害 并且呢卡了一个比较好的血线 飞行家这边的好好笑 飞行家也知道自己可能不太溜得出来 不太溜得出来 又想奇迹二六 总不能再有打一波二六吧 对吧 这边的话附身淘片 飞轮顶掉 好 但是这边淘片不断的 再给你增加轻实度 五十 还行吧 博命结束 还拖了不少时间 刚刚讲完啊 开门战 佣兵护兵被耗完了 作曲家这边被针对了 能打的只有拉拉队员 拉拉队员也不一定能打 对不对 你就一个飞轮 我这边附身淘片 传送落地 一波腐蚀之 拉满的话 直接一刀也能把你带了 所以这个局 真打到三人开门战的 先看这波 因为这波的话 毕竟飞行家有一定的二六时间 密码机的话呢 也修到了四台 呃 待会看企业有多少时间来消耗吧 但这个四人开门战是肯定冲不开的啊 这四人开门战肯定冲不开 这条飞行家来救一波 那个要来救一波飞行家 作曲家这里 拉走 带走一片云彩 再传过来 好的 二阶腐蚀值给到70多 再一组本像喷一口没喷到 那这波又溜起来了 刚才那波也溜了一会儿 这波也溜了一会儿 时间上面来讲的话呢 这几波让飞行家拖的时间 就给到了起岩 或者说就起岩 他控场的时间就要少很多了 外面的话一定是重新再起台机子的 这把的话 球者外面需要起 而且他们有能力起 因为这边飞行家 这边佣兵 这边拉拉队员 说实话 如果说准备的够好 起岩这里船过去落地 他秒不了人的 秒不了人的 我这边多起台机子 慢慢的拉扯 密码机应该是能修完 密码机应该是能修完 就看能消耗多少东西了 现在需要消耗的呢 对于监管者来讲 我上帝来讲 我觉得傭兵的护必 最好消耗一下 还有一个什么呢 最好手里面待会儿能击倒一个作曲家 这样的话呢 这个作曲家我可以打针对刀 他没有大心脏的 但起岩这边可能没有看到 他不一定能知道 现在这波 再来回拉扯 来回拉扯 打一刀拉拉队员也很香 交闪线过来打佣兵 把佣兵击倒了 好的 这个是一个关键点 就刚刚我说的是作曲家 没有作曲家 这边针对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一旦进造成减员 现在外面是不是只有两个活口 我挂一个人 然后我逃遍封一台机子 你还有一个人要不要来救人 你要来救人 你这个机子半天修不了 就看这边起岩了 双线操作 人挂上 这边拉拉队员正面过来 赶紧给你压力 赶紧给你压力 因为这个佣兵救下来 他跟 他跟 这佣兵救下来 他跟那个作曲家不一样 对吧 作曲家可能没有那么 能二六 或者说 这里 附身一个淘片控 再回头来找佣兵 但是佣兵救下来的话 他手里有户币好的 一个户币直接跳开 防你这波二阶 架这边扛是扛的挺好的 但是扛着扛着 也跟我刚刚说的一样 对吧 他们的东西都被消耗完了 佣兵上了一次挂 倒去消耗完 现在的话呢 再打一刀 拉拉队员就更香了 全员采血 我觉得这把起岩 四抓了 来 这里 继续 走 机子还能拖 还能拖 60多秒的闪现 也就是说起岩在开门战 一定有闪现 求人者这里的话 其实现在修机子 是很危险的事情 现在的话 对翻箱子 刚刚想说 翻箱子可以 然后补状态的话呢 也比较难 补状态也比较难 因为你两个人要一巨头 然后一四人这边排人 找人会比较快 你但凡对吧 两个人补状态 两个人咔嚓一下 过来落地 随便打一刀 起岩这边都不亏 还在空 还在空 不断的空 好 这边找到佣兵 这个佣兵是上锅挂的 这波佣兵 你敢不敢不交这个护币 敢不敢相信队友 还是交了这个护币 交了这个护币 那行吧 我这边再回头 再来空 这里机子的话 两边再修 慢慢的要修开了 这里是一四人守一台 然后本体再守一台 闪现也拖好了 拉拉队员 这边加速也交 魔术 这个佣兵翻了根魔术棒出来 道具倒确实是需要补啊 但对佣兵来讲 他最需要的其实是一根针 有一根针就好了 这边的话落地 看一下 这个作曲家可不能倒 这个作曲家倒霉了 现在的话58点 一口一组本相是40点不够 没有针对作曲家 那这样的话呢 穷胜者还有 我觉得还有跑一个吧 你说跑两个有点难 跑两个真有点难 对不对 你看这一把的时间 已经打到7分40秒了 密码机还没有点亮 像刚刚点亮 这才是一个 时空之影的标准对局 标准局就是这个时间 其实我分析的非常对的 只不过上一把呢 出现了一个奇迹26 这的话船落地 98点 哇这差 哎 这波关键这个佣兵 有魔术棒 而且这个佣兵 他扛一刀 他有自起 交闪现 赶过去的话 那边的淘片 已经被拆掉了 拉拉队员这边淘片 已经拆掉了 不能平了吧 找到作曲家了 找到作曲家了 怎么说 拉拉队员这边先走 赴船 又完了 平局 怎么说呢 就是当时如果说 针对这个作曲家的话 应该是很容易 保三针四的 请不吝点赞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